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第四圈的一整圈也给它勾好了 并且连接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第五圈我们需要勾一整圈的短针 那么我们在哪里勾短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在每一组花形的上方的这个针眼的位置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两组花形中间的这个针眼呢,不用管它 在每一组花形正上方的这个针眼的位置穿针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总共是勾出12个短针 首先勾一个并次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呢,我们在第一组花形正上方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拉线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把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 然后呢,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第四个短针 连续勾好12个短针 好大家看一下,勾好这12个短针之后呢,我们连接一下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带到后面线圈 用一个印拔针连接好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在里面放屁屁面填充一下 铁重好之后呢,我们继续勾第六圈的部分 第六圈需要减针 两针减为一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勾一个并次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呢,我们把第一针和第二针两针减为一针 第一针里面穿针,把线勾住拉过来 第二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把三个线圈拉线并在一起 把线勾住拉过来 这样的话呢,就是两针减为了一针 把第一针的针眼做好标记 接下来第三针里面穿一针 第四针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把这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两针减为一针 第五针 然后第六针 拉线并在一起 然后第七针 第八针 第九针 第十针 然后第十一针 第十二针 并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把这一圈给它连接一下 然后把线勾住拉过来 把这两根线呢,一根留短一点 一根留长一点就可以了 短的这一根呢,直接放到那一侧 不用管它 然后呢,我们用长的这一根呢 把这个上面这个口的位置呢,给它收一下 我们把每一针挑起半个线圈 调前半针就可以了 把线拉紧 然后呢,再把线的从其他部分穿出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草莓果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勾下这个草莓的叶子的部分 我们用绿色线来勾 我们用绿色线来勾 也是用双根线 同样的先打一个线圈 拿下来 锁手把线搭好 捏住这个地方 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 拉过来 先勾两个变子针 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 同时呢,这两个变子针 也算作是一个中长针来使用的 它占据了第一个针眼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第二个变子针针眼扣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在圆里面穿针 勾出11个中长针就可以了 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然后呢,把这三个线圈 拉线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长针 之前我们勾过这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对吧 全部穿过来 然后呢,我们继续勾中长针 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连续勾好11个中长针 再加上我们最开始勾两个变子针 总共是12针就对了 好,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这样呢,会形成一个小的圆片 我们连接一下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个第二个变子针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好,第一圈完成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勾叶子的部分 每一个叶子呢 我们都需要先勾出五个变子针 然后呢,倒着往回勾就可以了 每一个叶子占据两个针眼 先勾五个变子针 好,勾好之后呢,我们倒着往回勾 在第四针,变子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然后呢,在第三针和第二针 在两针里面呢 每一针里面分别对应勾上一个中长针 然后第二针里面勾上一个中长针 然后第一针里面呢 我们勾上一个长针 绕住线穿针 拉线出来 长针呢,比中长针多一个步骤 需要并两次针 大家看一下 拉线 我们先把前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然后呢,再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长针 然后呢,我们把第一个中长针的针眼跳过去 把第一个中长针针眼跳过去 从第二个中长针针眼的位置穿针 连接一下 针针进去,把线勾住拉过来 掉到后面线圈 勾一个引拔针 第一个叶子完成 我们继续勾第二个叶子 还是先勾五个叶子针 然后到这往回勾 第四针里面勾上一个短针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个中长针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个中长针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个长针 然后同样的中间我们跳开一个针眼 从下一个针眼的位置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 按这个方法 我们连续勾好六个叶子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第六个叶子勾好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跳开最后一针 我们从第一个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勾上一个引拔针连接一下 然后呢,把线勾住拉过来 拉紧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两根线分开 一根线留短一点 另外一根线留长一点 后期用于缝合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叶子部分就完成了 这个正面的部分呢 我们会把它当做这个叶子的内侧来用 所以呢,我们把这所有线位呢 给它勾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反面 当做这个正面来用 把它这样勾过来 把这线位呢 可以打一个线结 这样呢,不容易开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叶子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勾一下那个 上面那个吊柱的部分 也是用这个两根线来勾 比较简单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先这样打一个线结 勾针穿进来 勾变的针就可以了 一般呢,勾10到12针 这是10针的长度 如果短的话呢 大家可以多加上两针 这个都可以的 一般勾10到12针就可以了 把线拉过来 直接剪断 然后呢,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个叶子上方 我们先这样对折 把这个地方呢 打一个线结 然后呢,固定在这个叶子上方 把这一侧呢,直接这样拉过来 把这个环呢,露在外面 然后呢,可以把所有线维呢 都给它这样绑一绑 这样比较结实 这个线维的部分呢 也不用管它 后期呢,直接缝在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就固定好了 这样就固定好了 直接把这线维呢,给它藏在那侧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叶子缝在这个草莓果上面 大家看一下 六个叶子 每一个叶子呢 我们给它这样隔开 一嘴花形 这样对应着封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缝合过程 然后呢 谢谢大家 把这个叶子部分缝好之后呢 我们把线过渡到上方 把这个地方呢 简单缝上一圈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结实一点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叶子部分就缝合好了 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结实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草莓吊坠就完成了 好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元姐 我们下期视频教程再见